来自金三角的滇冕游击队艺名羽家眷 在靠近老龙溪岸的平级玩石地建立起家园 居民在2015年成立滇冕民俗文化协会 希望可以借由种植香草植物 手作滇冕美食 传承老一辈在金三角孤军奋战的集体记忆 近年来他们进一步打造香料园区 推出了品牌自产自销 先人的事迹原香的味道 他们从来没有忘记 如同听闻无数次的传奇故事 未来他们将会继续的传输下去 现在就一起来看今天的用心爱台湾 他们跟着国民兵正宝册队到台湾的时候 这些香料就消失了 这段时间就消失了 等到七十几年的时候 那时候变成说大陆可以回去探亲 甚至说泰国那边也是可以有劳工过来 或是说一些等于说是乔生过来 他们利用这个的时间点或这个机会 他会把那些香料食物带到台湾来 在云南山上我们自己养殖的黑猪就吃那些山里面的一些杂屎或是做一些植物 现在我们台湾我们来到这个地方 我们的隔壁就是美农 所以我们都用美农的黑猪肉 他们老人家就是说 其实在那边的时候他们都有在使用这些香料 这些香料是他们的特色菜 就把它融入在猪肉啊 鸡肉啊 或是说一些鱼里面啊 因为它它本身香呢就是有特殊的味道 所以把它融入到里面 然后再经过说几年以后来 他们跟着国门宾政免策退到台湾的时候 这些香料就消失了 一直思念思念可是没办法来到我们面前说 让我们自己可以做出这些料理 一直到我们七十几年的时候 可以回去大陆探亲的时候 把那些香料带过来 变成说我们可以怀念家乡的味道 包料鱼一般来讲的话 都是杀肚子 然后我们的话都是杀背 背的话它还可以包很多的料 今天的香料用了太多 很丰盛哦 这它做的都是道地的 这就是 然后它交给我们传承的下一代也是道地的 传到我们第二代的话 或许我们想要用一点比较特别的话 就是会把马蜂择也融入在里面 经过我们这些 第一代不管传承到第二代的时候 慢慢把它融入这些菜色里面 或者说一些制造研究过程 这个味道的话就等于说 不管是任何人都是OK的 就好玩了 就算是不玩了 就算是不玩了 没有没有 这些什么人是不玩的 是不玩的 不玩的 这些是不玩的 那是不玩的 这是不玩的 是不玩的 有玩意的 除了这些香料汁是比较传统 比较安定时候才可以吃得到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